降帥无能 累死三军 实际上的一个运作 那另外谢国王在上任一年的一个时间 完全没有施政方向 没有目标且用人为私 那滥用警力大大打击 我们警务同能的一个士气 做的工作包罗万象 更何况现在谢氏府新上任以后 堆积了这么多不同样态的工作 甚至是 包含要来请警察 维持我们超跑嘉年华的秩序 这些都是他们无端多出来的工作 我们基隆市许多重大的建设 除了拖延之外 不然就是直接不做了 谢市长对于城市 他没有愿景 没有规划 如果再继续这样子混下去 在议会又就只会道歉 落泪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的市政满意度 就会持续的掉车窩 地方跟中央的职权都没有搞清楚 每一次他在基隆市政上 做出的承诺 往往都是要人家为基隆量身打造 这表示谢国良市长 在做这份工作以前 连这份工作基本的游戏规则 工作职责范围 职长范围都没有搞清楚 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 民进党立委参选这问题议员 更指出不只是基层警察 近半年基隆市政府的人事移动 就达150人 加上无端增加警员负担 像举办超跑嘉年华等 让他相当担心 未来基隆治安要何去何从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改善 把不该归给警察馆的工作 让他回归到他应该负责的单位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会持续严重 难道谢市府要让我们的远警 纷纷求去 纷纷申请退休 那接下来基隆的治安又该何去何从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呼吁 基隆市政府应全面检讨 改善基层远景的工作负担 才有办法留住人才 维护基隆良好治安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导 谢谢 谢谢